观众朋友周末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省长热线回升 节目一开始 先来关注本周民生资讯 近日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 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 坚决防止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 通知强调 要开展全面排查 凡发现包含色情暴力 网络游戏 商业广告 及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等内容的APP 要立即停止使用 要将涉嫌违法违规的APP 微信公众号报告当地网络信息管理和公安部门查处 要采用多种方式提醒家长慎重安装使用面向中小学生的APP 经交通运输部同意 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及相关部门规章修订前 对4.5吨级以下普通货运从业资格证和车辆营运证的管理再按以下要求执行 自2019年1月1号起 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再为总质量4.5吨级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 对于总质量4.5吨级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输活动的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不得对该类车辆驾驶员以无证经营和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 驾驶道路客货运输车辆为由实施行政处罚 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陆东福近日表示 今后铁路部门将探索构建灵活可控的高铁票价调整机制 深化一日一驾 一车一驾 可行性研究并择机试点 铁路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灵活调整意味着不仅是一日一驾 未来高峰时段和非高峰时段高铁票价也有望同日不同价 让票价更加灵活 为构建道路运输行业信用体系 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信用管理水平 引导道路运输业诚信经营和优质服务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联合制定了吉林省道路运输监管信用管理办法 自2019年1月1日起实行 管理办法中规定 道路运输经营者和从业人员 如有不良行为记录 将在办理延续行政许可等 9种行政行为时有所影响 自打去年我省全面推进只跑一次改革工作以来 全省各地纷纷制定新方案 推出新举措 这目的就是要不断提高效率 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 这不四平市政务服务中心就在这项工作上又出了新招 到底是啥招呢 咱们一起去关注一下 一进四平市政务大厅的大门 就会看到这样十个窗口 上面的显示屏上写着 无差别全科受理 别看窗口小 能办的事那是真不少 它可集合了41个部门的1113个事项 简单的说 企业和群众来办事 无论是投资登记 办许可还是工程建设 基本上在这一个窗口就全搞定 孙蕊是四平制成中央广场项目的工作人员 这几天 眼看着这项目要开业 公司有不少手续都要办 这无差别全科受理窗口 那可真是借上力了 孙蕊的感受源自于四平市政务服务中心 对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工作的探索 这十个无差别全科受理窗口 13名工作人员取代的 可是过去的60多个窗口 90多名受理人员 这下不仅解放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更重要的是 让来办事的群众不再发懵 方便快捷 有10个窗口解决了过去60多个窗口 才能受理的有量 这个无差别呢 实际上就是每一个窗口 能够平行同时受理41个部门的事项 不像过去那样 就是一个部门 一个窗口去受理 过去呢 就是群众办事找窗口 现在呢 来了之后找大厅 就是到大厅的无差别受理窗口 就可以办理他要办的事项 极大的方便群众 要把复杂的流程简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仅要精心策划 合理配置 更重要的是无差别受理人员的培训 在这方面 四平市政务服务中心 可是没少下功夫 其实最大的难点还在于咱们这个无差别受理人员这个培训 这个事项非常多 而且呢 涉及到的部门也比较多 对每一名受理人员的要求非常高 所以我们通过加强培训 这个学习方法 让每一名工作人员 从点突破 从量上 从质变上进行突破 这样的话到最后呢 就是说从少到多 最后呢 达到能够全克十五 他们是从8月23号一直到10月10号 是每天不间断地进行培训 包括礼拜六 礼拜天 这个早上 晚上要加班加点 所以对他们也是一种这个强制性的 或者是压力非常大的一种培训 高频的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但是不时常发生的呢 我们也在逐步地完善 也在逐步学习 对 通过就是说没有办件的业务 我们先学习法律法规 文件 然后看以前的卷宗 这种就是综合起来 然后一旦发生业务的时候 也不会说对这业务不熟悉 如果说无差别全克受理窗口初步实现了 到一个窗办全部式的愿望的话 那么四平市的另一个举措 就是给来办事的群众 实现只跑一次吃了颗定心玩 咱们接着往下看 为保障群众利益 帮助群众和企业解决办事难题 四平市在全省率先创建了 跑一次没半程投诉代办机制 在市政务大厅设立了 跑一次没半程投诉代办台 在第一时间受理群众和企业的投诉后 详细登记具体情况 并通知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场 一同协调解决 现场解决不了的 由市政务服务中心持续跟踪 督促解决 确保事事有结果 渐渐有着落 我们设立跑一次没半程投诉代办台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直跑一次 斗地 无论是老百姓和企业提供的财了不起 还是因为窗口受理原因 包括各个部门之间协调的原因 我们都进行受理 保证老百姓和企业办事直跑一次 同时为方便群众办事 四平市政务大厅还专门设置了24小时自助服务区 一些群众常用的事项都可全天自助办理 晚上下班之后 我们这边有一道门是要放下来的 但是我们对外开放的一个门是24小时开放的 在我们在24小时自助服务区能够办理纳粹申报 发票领取 港澳台这样的自助签注 居民身份证办理 包括政务大厅综合事务的查询 所以现在利用率非常高 周边的群众包括来办事的群众反应非常好 因为实现了办事之外的事 无论是什么工作 要想做好都需要不断的创新 只跑一次改革工作也不例外 四平市政务服务中心正式根据新需求 适时推出新举措 不断提速 把方便快捷和贴心暖心的服务 带给群众和企业 在这里我们为他们点赞 长春市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 实车队驾驶员梁刚 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 从18岁到现在 他驾驶长春市306路公交车 行驶了近50万公里 超过赤道的长度 运送乘客400多万人次 相当于长春市人口基数的一半还多 今天我的改革 我的故事专栏 就来听一听这位五星级老公交的故事 1994年 梁刚考上了长春市公用局技工学校 学习汽车修理专业 梁刚说 他们那些学员是包分配的 报考同时就相当于 他选择了公交作为未来的职业 至于为啥要这么选择 他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不想以后坐公交挤得那么辛苦 挤 饭盒都挤没了 书包都挤掉了 那真叫一个挤 然后就是没有现在这么多车 没有可选性 等个10万20分都太正常了 然后一整天上不去车 资料显示 1978年的时候 长春市公交线路仅有36条 公交车408台 营运里程350公里 到了1988年 为了解决市民坐车难 小公共在长春应运而生 由个人承包随叫随停 被称为招手停 而在1997年 梁刚入职306路车队的时候 随着市政公交的发展壮大 招手停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虽然当时 续正公交线路和公交车 都得到很大补充 但是车况依然无法和如今相比 因为当时才技术条件不够 是由货车底盘改变成客运车辆的 底盘高 然后就是乘客 它有三节台节 老年生孩子上是不方便 然后呢 发动讯息是前置的 可以说是噪音特别大 乘客问你问题 你能听见 但你回答乘客的问题 乘客听不见 它有噪音乌乌的响 然后温度特别高 夏天最高温度55度 在就是司机这个周围 特别着跟桑纳房似的 这种绞接车 是梁刚入职后开的第一种车型 烧汽油冒黑烟 冬天需要凌晨 就拿着暖水瓶 为发动机加水 晚上再放掉 另一款车型就更经典 老长春人都会记得 当时长春上空有很多电线 都是这种无轨电车的供电线路 因而市民形象地称它为大辫子 那车吧 要一停电 谁都走不了了 而且那车就是有个弊短 前车坏了的话 得靠乘务员去 游游游游游绳子 你可没见过 你也见过 前车一旦坏了 不像我那车刷就过去了 它得靠游 2004年 大辫子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而梁刚则在更早的时候 开启了长春市公交 于1996年引入的首批双层巴士 我们就确定为旅游观光巴士 它从上路观赏这个城市的美景是不一样的 尤其跟树埃的比较近 然后人们就是坐车上 那上排者忽忽悠悠的感觉 然后就是特别 就是让孩子特别愿意坐在上面 就是有一种 就是好像在空中飞行的感觉 所以说特别吸引人 这双层巴士没开多久 梁刚又换了新车 长春一汽集团自主研发的 10.35米公交客车 不过这种车型也很快 随着长春公交的发展 显得落伍时代了 因为它容量小 就是说那个轻轨地铁 没出现之前 我们的客量还是很大的 然后10.35米 显然已经不够容纳 这么多客车需要了 然后就上了12米 号称就是108万 那个豪华大型公交车 低踏板 大容量 多座椅 零排放 少气的 不光驾驶的车辆 在不断地变化 很多方面都让梁刚觉得 社会在迅速发展 爆站由最初的人工 变成了现在的智能爆站 乘客支付方式 也有给现金 变成了扫码支付 03年04年开始准无人收票了 那家有乘务员 但是叫准无人收票 这公交08年改制的时候 出现就不出现IC卡吗 是单一简单的 这种卡片式的 后来隔半年之后 就开始出现丰富多彩的了 再过了几年 现在就扫码了 这更闲进了 拿手机直接上推程 刷码 都不用再现金了 现在我们的票管书 是分了好几层 现金流是特别小了 几乎都刷卡 刷卡 现在又逐渐减少 几乎都刷手机了 都开始刷手机 我估计在街头可能刷了哑巴以后的 在梁刚眼里 变化最大的还有乘客等车的暂停 最开始它的那个车 它那个就是暂停 没有所谓的暂停 就是一个铁杆 然后上面这一块铁牌子 显着几度 哪个方向 好像站着写清楚了 这是最开始的 后来就是说 开始有停了 就为广大乘客着想 开始立暂停了 但是也非常简陋 就是一个铁框架 那现在没有正经的那种 现在不锈钢之类的 就普通铁架子 然后带个小普通的棚 后来眼镜就是说 加装一个杆 就是乘客不里乘车排队吗 然后人走 像蛇行张阵似的 可以自觉地去排队 完全上车了 后来这个站杆 就是站台开始发生变化了 也就是在两年左右的时候 这个站台开始高档化了 有层次了 开始采用不锈钢子了 方柱体 然后里头还有加装广告 还有灯箱 晚上可以照明 乘客载体的呆着呢 还能就是说是 看着书窝 看着看东西 能能看到了 用头照明设施了 完站牌呢 现在还有更高级的站牌了 过去不就是一个铁牌子吗 现在就是说 有电子显示了 下载车几点到 然后可以用手机扫码 可以 你坐公交车 我们就私人定制 可以精确的分 可以精确的站点 你从家几点成出来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可以到 对对对 真是日新月异 跟过去不敢想象 过去你能坐上车就不错了 现在不仅要你坐上车 还可以坐好车 现在就是这样的 40年来 在梁刚眼里 公交的变化太多太多 从车辆到人员 从管理到服务 也正是这些变化 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里 时代的变迁 好的 本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